我虽然只是一个演员,但在这民族大难的时刻,我很清楚我所应选择的道路,我是蝴蝶,是连续三次高票当选中国电影《皇后》的民国著名演员,我和阮玲玉友情深厚名气相当,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路,我祖籍广东,出生在1908年的上海,有人要问了,你这口音既不广东也不上海,普通发也太标准了吧? 没错,我父亲是金凤铁路总稽查,我从小就跟着他天津北京广州四处搬,这些地儿的口音方言呢,我都会,我家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人家,但我父亲十分宠爱我,从小给我请先生,八岁送我进学校读书,16岁那年,我们回到上海,对表演产生浓厚兴趣的我考进了中华电影学校,开始了我的电影生涯,一年后,在拍摄过程中,我认识了演员林雪怀,他人长得英俊又擅长摄影,我们俩的心越走越近越走越近, 在两年后订了婚,我一天比一天走红,还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,反观林雪怀,演艺之路没起色,语言也不行,他便用我的钱去做生意,生意也一塌糊涂,男人有几个能受得了女强男弱呢? 他们掩饰自卑的方式就是各种作,以显示自己不在乎,以及用道德污点攻击你来降低你的地位,画边小报给他提供了素材,无非是些捕风捉影的绯闻,他马上以我不熟父道为由提出解除婚约,他的算盘打得好, 知道我看中名誉,要么选择第三下次维持婚约,要么出钱封他的口,人们都说我比阮玲玉坚强,其实阿阮也很勇敢,只是他不像我有一个好父亲,父亲陪着我直接将李雪怀告上法庭,陪着我面对舆论压力,陪着我走过八次庭审, 与此同时,918事变爆发,日本人为了抹黑张学良将军,在媒体上散布事变当晚,他一直在跟我跳舞的谣言,我又背上了祸国殃民的骂名,幸亏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出来作证,才还我清白,我的案子也判了,婚约解除,林雪怀偿还我在他身上花费的全部钱财,23岁的我重获新生,此后我事业蒸蒸日上,不仅三活电影皇后,还代表中国参加了苏联电影节, 我说过,受得了女强男弱的男人没几个,而这个万中无一的男人真让我碰到了,他叫潘友生,是一家洋行的普通职员,忠厚老实踏实肯干,经过第一次恋情,我更知道我要的是什么,27岁这一年,我和他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可好日子没到两年,日寇来袭,文化界人士向后方转移,我们全家来到了香港,四年后,香港沦陷,侵略者为了假装亲善,大力收买文化界人士替他们化皮,首当其冲的就是我和梅兰方县, 当然我们都是拒绝的,可他们三番五次上门,还让我去日本拍摄蝴蝶游东京,我一面以怀孕为由拖延时间,一面暗中联系离港,没想到,这次离港却引发了一场扑朔迷离的案件,当时来联络我的,是松户会战中为四行仓库八百壮实献棋的女英雄杨慧敏,因为我们全家有二三十箱行李,她便安排我们和行李分开离港,可这些行李却全部丢失了,按照杨小姐所说,行李被土匪接走了,但我后来却向军统副局长代理,诬告他, 他偷盗,害他无辜坐了四年牢,可他没说的事,他当时只负责接头,护送我和丈夫还有两个孩子离港的,实际上是东江游击队港九大队,按照港九大队大队长黄冠芳和夫人张网华的回忆,行李是被日本人接走了,而杨慧敏去派了几个国君抓住张女士,企图将此事嫁获给游击队,幸亏多方营救,张女士才得以脱险,所以,究竟是谁在做局? 后来我在见到杨慧敏时便为此事和他争吵,就变成了我诬告他,而代理为了得到我将他投入监狱,按照红色特工黄木兰女士的自传,她丈夫当时是杨慧敏的上司,代理真实的目标其实是他们夫妻,拿我行李的事情做幌子罢了,紧接着就是我说不清楚的三年,按照代理一位手下的说法,我被霸占了三年,不过今天也有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驳斥, 在抗战期间,我数次购买救国券为抗日筹款,还登台以言宣传抗日,终于等到日本战败,代理也在第二年坠机,我和家人再次赴港定居,我淡出影坛跟丈夫一起做生意,可没想到短短六年,我丈夫竟因病去世了,伤心之后,我决心振作起来,重新开始拍片,一拍就拍到58岁,随后,我依据加拿大,于81岁安详去世,我这一生对于个人生活虽有讹传,也不必过于计较, 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